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夏清文史社 去年3月,在哈齐普苏特林庙附近 埃及考古队找到了一个古代河中河 华沙大学的安德烈尼维斯基教授对记者说 外层的石箱长约40厘米,高度略小 它完全伪装了起来,看上去就像一块普通的石块 只有仔细一看,才能发现它是一个箱子 在石箱内部,除了被亚麻布包裹的木箱 还有几个被亚麻布包裹的未知物体 经过检测,其中一块亚麻布裹着的一只大鹅 另一块裹着某种鸟的蛋 考古学家们十分困惑 目前尚不清楚大鹅为什么会被制成牺牲品 一般来说,古埃及人会把猫、鳄鱼等动物做成木乃伊陪葬 但大鹅的木乃伊确实少见 跳过大鹅的秘密,考古学家还有其他收获 他们认为,既然找到了图特摩斯二世的名字 那么这附近肯定就有它的陵墓 由于我们身处古埃及皇家墓地之中 毫无疑问,一定有法老的陵墓在附近 发现这个宝箱,表明我们正走在寻找亡灵的正确道路上 石箱是在去年三月发现的,但本月才公开 截止目前未知,他们尚未找到亡灵的秘密入口 图特摩斯二世是个著名的法老王 他出名不是因为文质武功,而是他的妻子 是著名的哈特谢普苏特女王 图特摩斯二世十几岁的时候即位 由于不是父亲图特摩斯一世的嫡长子 是以数字的身份登基作殿,所以有些无法服众 只能娶了自己的一母姐姐哈特谢普苏特来增加威信 不过很可惜,图特摩斯二世没当几年法老,就在16岁时驾崩 后来姐姐兼妻子哈特谢普苏特就成了女王,控制了整个埃及 埃及的文明史于大约5000年前,当时的尼罗河沿岸就已经出现了村落 古埃及存在了大约3000年,他们不仅发明了太阳力 还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书写系统,象形文字 当然,他们最为人知的成就是金字塔 这些神秘而巨大的亡灵,至今仍旧屹立在大地之上 埃及人相信死而复生 所以重要的人去世后,尸体都会被制成木乃仪保存起来 以备复活使用 大鹅为什么会被制成木乃仪? 这个谜团还有待解开 好了,本期的夏清文史就到这儿结束了 留个赞再走吧 再往下 再往下 再往下